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和至少173颗已知卫星 五颗已确定的爱行星 太阳系数一颗小天体和哈雷彗星 太阳系的形成始于大约46亿年前 一个巨大的星际分子云的重力崩溃 导致太阳系的大部分质量集中在太阳上 星云由极光年大 同时产生了数颗恒星 对追溯到古代陨石的元素的研究表明 只有超新星爆炸的核心部分 才能产生这些元素 所以包含太阳的星团 一定是在超新星遗迹附近 可能是超新星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增加了太阳附近星云的密度 这使得重力克服了内部气体的膨胀压力 导致坍塌 从而触发了太阳的诞生 太阳系中的八颗行星 都于一个近乎圆形的轨道上 几乎处于同一个平面 围绕太阳以相同的方向旋转 除了金星 大多数彗星围绕太阳以相同的方向运行 大多数在椭圆轨道上 并且通常具有相对较长的公转周期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 因为水星离太阳如此之近 所以它的表面温度非常高 而且它比其他行星跑得更快 它的速度接近每秒48公里 在不到88天的时间里绕着地球转 金星是太阳系的第二颗行星 全天最亮的行星是金星 它比地球小一点 其内部结构可能相似 我们美丽的地球生命的奇迹 宇宙的巧合还是上帝的杰作 地球是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 有一颗卫星叫月球 保护地球的大气层 和离太阳适当的距离 是生命起源的重要条件 火星通常被称为红色星球 火星是太阳系中第二小的行星 直径约为地球的一半 体积约为地球的十分之一 表面重力约为地球的三分之一 火星的大气层比地球的大气层薄 它只占地球大气层的百分之一 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 木星是太阳系的第五颗行星 也是整个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 然后是土星 它有美丽的环 可以用普通望远星在地球上看的 天王星和海王星 位于太阳系的远郊 半径约为两万五千公里 可谓苦寒之地 我们大致的太阳系就是这样 但却还有着更多我们未知的信息 等待着人类去发现